有烏梅的羊肉汤 您觉得是什么味道 烏梅是一个很好的收敛干气 同时呢它是一个酸温的 怎么着我你听说 你好像有点紧张 我跟张老师认识 好多年了 从厨啊 征卖好久以前了 你看既懂艺 人又懂营养 就是一个普通代表 还有一个 非常汉述著名的主持人 我现在我今天是摄影师 我们听说这个 其实现在吃什么跟节气有关 中国都传统有24个节气 你看前一阵咱们刚是冬至 马上要迎来这个小韩 这小韩吃什么东西有讲究吗 到了这个时候是该养羊 养羊气了 但是这个养羊气的同时 还要注意它的程度 但食物当中有很多 可以给我们养阴补水的 能够让我们吃了羊肉还不上火 这实际上就是我们补了羊气 同时给补水 我们阴阳一起再调的时候 我们的正气就更强了 现在您说了的时候 我一直看咱们这个案板上的东西 像这些食材 是当时孙老师问 我说小韩咱做点什么 我说羊肉是一个 我们叫当归生姜羊肉汤 这来自于我们张仲景的金贵要略 对于受凉以后出现腹痛 而且还什么人呢 血虚 就是气血不足 同时扮有恶心的这样的症状 可以用当归生姜羊肉汤 这是在古籍里推荐的 但是呢 到了这个时候 我们有很多人又没有那么寒 那我说那就可以要 一定要注意要补水 马蹄是一个 像你刚才说白菜是一个 这个藕 如果炖熟了 它是一个可以养肝血的 它是一个温性 如果偏生一点呢 它是一个良性的 它可以有清凉的作用 那还有就是这个萝卜 萝卜有夏季消食 同时还有一个滋补的作用 我们叫萧可 至于萧可 萧可就口干舌燥 还有就是我说这次我得出一个难题 为什么拿这个呢 这个甘蔗和我们的马蹄 在山家庆贡里头 给它有一个名字 叫做烧蟹汤 烧蟹一气 听过这个词 如何把它们 跟这个当归生姜羊肉烫搭在一起 老师出了一个食材 但是做得我做 这就烤您了 烤我了 怎么着我怎么听 师傅你好像有点紧张 为什么这些汁是我缺少的东西 那你太谦虚了 这些不是谦虚 这是真的 我做了几种方案 你看我倒是老师 真难提我看看怎么解了 你看一种是羊排搭这个 老师藕也行 可以的 是吧 萝卜也行 可以的 因为藕它有点上汤的有点 因为它垫的还垫的 还在包裹 容易浑浊 它容易浑浊的 这萝卜呢 萝卜跟这个羊肉的搭配啊 在隋西军饮食谱里记载 那羊肉是一个补液的作用 可以有补脾气 温补的效果 而搭上萝卜搭上海参等等这些食材 还有笋 它的补液效果最好 就是还有什么 你看陈皮 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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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蜈蜜 蜈蜜 其实你还这么搭配的还真没有 甘草也可以搁点 对 乌梅有什么作用 乌梅是一个很好的收敛干气 同时呢 它是一个酸温的 酸温的 它是一个温性的 所以它不会太寒 跟这些这个养鸣的食材在一起呢 它可以使得有收敛的效果 第二个的话 你看有肉 我到时候用里边的叶 叶叶焯完水之后 做什么呀 把这个打成像 哦 我打在像里面 然后白菜做羊肉酒 嘿 第三种方案 还真有啊 这就是老师提供的甘草 这甘草都给你披了 用这羊肉和羊排 我们先拿蔬菜跟腌肉 蔬菜压熟了以后 然后和砂锅里边 它用红汤的炖 把这个甘草搁在底下 然后放在铺的底下 然后跟张老师说的 酥什么 然后铺在上面 然后摆这个炖好的羊排 蔬菜汁 鸭的羊排 炖熟之后 直接就可以吃了 三种 设计了三种 没有这些 是吧 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先做一桌 好 先做第一种吧 羊排汤 用点盐来冲洗是吧 对啊 你拿点盐 拿点盐 这个盐 盐别怕多 没事 哦 洗完了都是冲掉的 它冲完了 这个慢慢的血水 它就出来了 这样呢我们先给它焯了 两个时间焯了 因为我焯的过程当中啊 我加点蔬菜 嗯 就可以吧 这个煮完之后 这里边的 营养素能记忆 这萝卜切成这么条块儿 再割个白纸 它去山巷我特别好 我再割两个小白扣 哎呀 我觉得现在这汤味 已经出香味了都 师傅一会儿这个汤 就不要了吗 不要了 这个功效全都留在肉里了吧 真是 就这把沫子这样 这个汤 沫 它砸 你看啊 砸凉水是把那个水 砸进去的意思 砸进去的意思 这沫子不定慢慢的 又得失望出来 二十多分钟就多了 你看这个时候 我们把萝卜抄了 你看最关键是什么呀 你知道吗 这得搁冰糖 嗯嗯 冰糖 这萝卜得 这冰糖唯一是去萝卜这个 这里边不好去呗 萝卜也行了 是吧 我把这个萝卜 现在拿一片 开始炖羊肉 我把鸡汤做起来 哦 这里边还有鸡汤呢 对 鸡汤 对 尤其是这个脾胃弱的 然后胃胀的 那个鸡也有很好的补鱼脾胃 温补的作用 这个 这能吃了 已经尝多了 哎呀 是要尝咸淡吗 这已经很嫩了 哇 好嫩啊 是吧 很嫩吧 嗯 嗯 太好吃了 乌花果 陈皮的 然后 洗干净就一块儿都倒了 洗一下 然后你看杏仁 杏仁 对 嗯 你看 要我在家 估计砸完了 就直接端床锅了 哈哈哈哈 然后剩下那些 直接烧点开水 做一个代茶饮 对对对 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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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今天这个不一样 这个汤不一样 姜 姜 老姜 刚才提到了这个放姜哈 对 喝点黄酒 十年的 十年的 这中间这一点也舍不得扔 不扔不扔不扔 你慢慢吃 还要往里搁什么 做一个 这个调味包 来调料包里有 我们的洋葱 芹菜 胡萝卜 香菜 另外我们放了白胡椒 还有白芷是吧 对 再来点黄酒 行 压十分钟 压十分钟 待会儿得摆这个萝卜再扔进去 再扔进去 就齐红了 师傅 我今天发现了 你看咱们三位在这坐的时候 我发现也有一位老师一直在观战 你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是我们叫段敏 原来是北京同事协会的秘书 北京中医药管理局 我们这个是我们住院单位 我们成立了北京中医药医养协会 然后又成立了一个调养饮食委员会 其实大腕都在这 我是主任 但是专业技术还是靠这两位 一个是我们孙大师 是我们的执行主任 还有张主任也是我们的副主任 今天我们和老范骨合作非常感慨 叫什么呢 一菜一汤吃出健康 一粥一饭吃出营养 我觉得我们老范骨做这个节目 我们这个协会的调养饮食委员会 一定全力配合把这个事情做好 哎呦你看看你看看 对 炒了一下 炒了一下 开干儿 哎呦 这家伙 再那边就闻到了 这是撇油是吧 把上面那一层浮油给它撇下来 再开火炖一下 把萝卜再放进去 再给大家做个汁 其实那汁它是提味的蒜末 然后这还有点辣椒 来一点 再来点葱 我们把一个乌梅 这个时候放到锅里面去 乌梅它是入干净的 它是一个酸温制品 那我们用了一些这种干凉的 然后加上乌梅以后 它可以有收敛的效果 这里边又放些啥了 提的香味 点点 那里边刚才又放了点葱花 再来点香菜 要根不要叶 不要叶 不好看 再放点盐 再来点糖 再来点味精 再上面再来点酱油 醋 蚝油 芝麻香油 再来点藤椒油 这是什么 鱼露 鲜露 这个调料我们用出来了 出锅 哎呀 是真好看 三二一开始 来兄弟们现在啊这已经都好了 这哪是我的 这个我们尝尝这个吃完了羊肉之后喝上一口汤 真的是不一样 你知道不一样在于 我原来不知道我这几个食材根据节气 根据今年的不同的这个温度和这个气候不同推荐的食材 然后让二百亿搭配竟然味道这么独特 跟我以前喝的羊肉汤完全不一样 一般喝羊肉汤我们会觉得这个口干舌燥上火 而这乌露的生津的这种作用就能把这种自觉的灶的感觉 这个掩盖了或者是给弥补了 出了这么一难题竟然能够做得这么好喝 厉害厉害 根据这烹调的时间 是吧 我们加什么调料 最后呢我们怎么让它既营养及健康 最最终其实还是在喂的 中国菜的魂是在喂的 欲医于食 欲药于食 欲养于食 这个食物是我们本身的一个滋养 孙思淼当时说的 不知食意者不足以存生 你都不知道饮食给我们带来的注意 我们生存都很难 做得好 所以一定是要好好吃饭 好好喝汤 我们好好做菜 你们好好吃饭 关注老饭谷 吃饭不含糊